我们来做基本范例第二题网格所造成的效果 我们先开启旧档 已经做好零件1 开启 编辑草图 这里宽度是25 25 这里宽度是75 75 生长30 确定 接下来我们开启一个新的专题 类型是静态分析 确定 接下来我们要定义它的材料 在实体这里 套用材料 我们选用合金钢 确定 接下来我们要设夹齿和负载 夹齿 在这个面上给予固定 确定 负载 利 通用利 利据 我们选择右基准面 在外方向 100 向下的力 确定 设定完毕后 网格 我们选用预设值 在选项这里 我们用三个循环 4.9 可别人检查 确定 执行计算 我们来看它的结果 在印度这边 显示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大值 3.931 差10的六次方 我们可以把它的值打进来 接下来我们在网格这里 套用控制 选择图源 我们选择这条边线 元素大小 我们用2.5 三层 确定 重新分隔 执行计算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它的印度值 最大值 5.925 乘以10的六次方 其实我们在网格这里 套用控制 重新再给它套用控制 选拨 选拨 选择这条边线 同样大小 2.5 那我们这次给它9成 确定 重新分隔 执行计算 执行计算 1.625 再选这条边线 把元素大小改1.5 1.25 三层 确定 重新分隔 我们看它的网格又更细了 执行计算 在印第这边显示 9.807 再十六次方 我们看它的图 网格越做越小 那它的印第值会越来越大 那像这样的趋势 它是不会收敛的 那这样跟力学是不合的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会在这里 导一个圆角 2. 确定 重新分隔 确定 使用预设值 资性分析 我们来看它的印第值 显示 6.663 Times的六次方 那我们再控制这里 删除 我们选择 这个面 边线 还有这个面 元素大小2.5 三层 确定 重新计算 我们来看它的印第值 显示 7.066 Times的六次方 那我们在网格这里 它用控制 我们可以做更细的 选择这个边线 这个面 这个面 元素大小 1.25 我们使用九层 确定 重新分隔 它的网格 又更细了 我们计算 在印第这边 显示 8.15 0Times的六次方 我们来看它的图 做了圆角 增加幅 增加幅度 变小了 它的值会比较 接近一个收敛的值 那我们这个零件 这个地方 是印第集中的地方 如果在这边做直角 它印第集中会更严重 所以在我们设计的时候 会在这边打一个圆角 因地集中才不会很严重 那这是我们第二题 那这是我们第二题